就广东最近的天气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一直特别灰 最少如果是在晴天的情况下 这样对着天空去看的话 真的就是一种蓝天白云的感觉 等等 帮粉丝找手朵 评论区我也叫欣欣妈的 大连看了你找的两万天空蓝 真的特别喜欢 但是预算只有三千 能不能慢慢找的差不多的 全口是雾尘口 咱们今天就去看一下 三千的天空蓝到底长什么样 走 来吧 过来看一下这条 这条就不能叫做天空蓝了 像这种颜色已经是接近深海的一个蓝色 你看整个蓝色从上面这样渐变过来 到中间没有任何的分解线 整个底装也是非常细腻的 而且肿水特别冰泡 像刚刚那一条轻轻松松过 六位数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咱们今天两三千的预算 就不用去问了 你看像这一块 其实也是有点偏蓝调的 但是整个底色上面会放一点点绿 就有点蓝绿蓝绿的 这一版开多少了吧 四万 六个卓位 像咱们今天预算的话 就差不多找这种的 但是一版的话数量有点多 还是去找一下 看有没有单调的吧 走吧 不是好多兄弟姐妹说 评论了好几期 你也没钱帮忙找嘛 在这里回复一下 第一个是因为说 确实评论的数量有点多 那么我个人一天只能找两到三条 那还有第二个原因 找手座就起码 得把圈口告诉我吧 你说你买件衣服 连尺码都不知道 那买过来的衣服能合身吗 对吧 来来过来看一个好东西 高冰的一块饼 你看这手指黑影 其实这个手指的远近 突袭也是在变化的 非常冰透 这个饼开多少 开50 特别冰 像这种种水料 在冬天就不好买 为什么 太冰了 拿出去看一眼 你看这条的一个条形 就是非常厚装 条形厚装之后 它的一个选择性就多 比如说现在的一个圈口是53 那么你要去做54 55 56 都是可以去扩的 看这条在自然光下 是不是会放着一个淡淡的蓝底 局部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小肉白 看这白色的话 就这条手指的一个底子 像这颜色是一丝一丝过去的 非常有意见的 自然光下去看的话 也是非常清爽的一条手指 你看打针去看 是不是整个底装 非常的干净清爽 棉野化的比较开 这广东最近的天气 但这条刚刚老板开价是开6800 咱们现在进去旁担 这条便宜点了 2000块问一下 一个糯种的嘛 妈你问一下 怎么样货主 现在货主这反正报什么价 第一口价都是说有距离 这糯种的底子也没说很好 对吧 棉还这么多 这白色这些全是棉 再加一口了 2500问一下 可以吗2500 现在价格要3000 落价3000有点高了这一条 他也是有那一件 外面已经研究了很久了都 红水好一点 我价都不跟你还 好好跟货主聊一下嘛 诚信要的 你跟他说最后一口价2800 可以吧 我也刚吃的 现在还没开张 先开个张 还没开张 还没开张赶紧开个张 都快收档了还没开张 之前在别人收档的时候买过一条 说收档了还没开张 然后人家说开个张 底下就有人评论 那不叫开张 那叫关门 可以 拿个袋子多少钱 2800给我睡了 2800成功拿下 这条咱们现在拿去起货 起货出来的一个效果 绝对会惊艳到你 走吧 天空蓝的手座已经起货好了 咱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起货 看这刀手座通过打磨抛光完之后 整体这个颜色完全熨染开来了 整圈都散发着一个淡淡天空蓝的颜色 决线在毛皮状态下还是有一丝丝的棉杆存在的 但是通过打磨抛光完之后 你看是不是整个白棉全部化开了 虽然只是一个落种的底子 但是荧光去看还是有着轻微的唾手感 这就是平常跟大家说的肿老肉系 不管是预算高或者低 首先第一个考虑的应该是翡翠的一个种子 而不是它的水头或者颜色 因为就种好的翡翠 总之细腻抛光出来之后 才会有这种胶感和润感 那么这条手座起货的话就讲到这 这条手座是2800买的 大家觉得它现在应该值多少 下期想想看大林找什么样的手座 在评论区留言